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 台北市國地頭有開軍的餐廳 叫做保護餐廳餐廳 裡面的原工都是歡喪中運動 都沒來臺灣的香港人 前一陣子 在這個台昂區 有一間保護餐廳餐廳去給他們打賽 這檢調剛才發現說 這個背後的嫌疑 可能是一個美麗的中國的 短生的男主 這個短生的男主的背後 還有一個金主 就是這個金主基礎 說要讓保護餐廳餐廳 沒再到做生意 來看外面當中一直攏的這個人 他就是在保護餐廳 拍了什麼的嫌疑 就是因為他來亂 和保護餐廳廳四個都好 根本就沒辦法做生意 竟向對家發現 這背後根本就有中國的金主來的塞人 你父母三星你知道嗎 現在向收藥的三名的嫌疑都是嫌疑 就是因此塞人去塞人 三毛的嫌疑去換案 檢調剛才發現 在背後有一名中國的金主 因為就是要讓保護餐廳 沒辦法營業 去找到一名人 在中國生意的嫌疑 這名嫌疑又找到生意的三兄弟 在九月三十元先去現場探查 16號才讓四毛的嫌疑 一萬五千塊由於去換案 現在是人都總向以善發辦 這間保護三餐廳是有支持 環上中的立書所開的 也是參加運動的香港人 來臺灣嫌疑會當安心的所在 是沒有到現在有中國的勢力 來著介入 現在檢訪已經通知 人在中國生意大的嫌疑 也將已經收藥的四名嫌疑 按照飛順傷害罪起訴